有主联邦分子不仅在柬埔寨 营运人蛇集团大赚黑心前 更因为不满 从9月份开始 国际救援组织持续抢救 害他们的生意做不下去 竟然假装成被害人 设取绑架救援组织的成员 来进行报复 还疑似把人淋虐致死 刘姓主贤担心遭到检警逮捕 还做贼的喊抓贼 自称是猪仔 写信向总统外交部立委来求助 但是警方早就掌握了市政 他一回台湾就在机场担任 一群人才刚抵达机场 就被大批警方包围现场上抗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出国旅游 而是在柬埔寨当人蛇集团 这位刘姓主贤是竹联邦名人会成员 靠营运人蛇集团在柬埔寨大赚黑心前 但9月份开始 警方大力扫荡跨国营救 他担心自己落网 竟然假冒成猪仔 向总统蔡英文 外交部白狼张安乐等人求救 甚至传送动手时报的影片 谎称自己是里头被害人 不过警方哪有这么好骗 先加意相信 等他一抵台就在机场等人 最恶劣的是他们在柬埔寨园区内 骗到金边之后转卖到其他的公司 那这件事情就很坏 他先派出小弟回国试探国内会不会逮捕他们 那我们也是耐住性子 等这些小弟都回国 大哥终于在十一月下旬 没想到到场街区是我们上百名的园警 这群嚣张帮派分子不止做贼喊抓贼 先前疫情期间买不到机票送被害人出国 还恐吓律星社优先卖票 也因为业者激紧在机票上备注成了犯罪铁证 做坏事时逞凶斗狠出事了 就装无辜引起被害人 但演技再好还是夺不过警方追弃 接下来 张晋媛姐台北采访报道